近年日本豪豉可以說是便宜過蝦米 傳統上有豪豉發菜是炆的 煮豪豉粥 我想是時候搞一些新的 又簡單的做法 今次教大家是一個日本豪豉煎餅 非常簡單 材料有日本豪豉8隻 浸2小時 番薯粉6湯匙 2湯匙鷹粟粉 水9湯匙 攪勻成為粉漿 雞蛋3隻加入適量鹽 韭菜和韭黃 隨你喜歡 放入蛋漿裡攪勻 日本豪豉切成小粒 之後燒熱鍋 加入油爆香薑粒 再放入蠔豉 煎至金黃色 然後就加粉漿 微煎它 反轉 再加入蛋漿 煎多一會兒 再反轉 煎香它 就可以上碟了 灑點胡椒粉 加上芫荽 就是這麼簡單 又香又煙韌又脆口的日本豪豉 煎蠔餅 就這樣完成了 點一點魚露 一起吃 更加好吃 嗯 稠粒粒 煎韌得來有點脆 好惹味 如果家中有老人家 想軟口一點點的話 不妨先把蠔豉蒸上十多分鐘 然後再刺粒爆香 才會更加好吃 這麼簡單的菜 20-30元 一抵 真是抵